中央社记者吴家豪台北27日电 在台积电力空冲击下 台股今天败量下跌 全值股普遍弱势 指数中场下跌于百点 分析师认为资金持续流向亚洲趋势不变 外资在台股操作有望偏多 加全指数高党占荡换手后有望持续创高 台股加全指数今天收在10750 93点下跌103 16点跌幅0 95%成交值新台币1334 零四亿元电子股跌1 4%金融股跌0 94%其他跌是较重的指数包括光电半导体 仿之分别下跌2 86% 1 63% 1 09%台肌电遭美系外资调降投资平等至中立 目标价下修到239元 今天股价重挫2 87%收237元 其他全值股表现弱势 红海月1 44%收103元 大力光大跌4 48% 48%收5330元 中国大陆商务部宣布有条件批准日月光合并 细品带动日月光今天登上成交量第一名开盘工上涨停42 35元单位所死中厂上涨8 44% 44%收41 75元同样上涨庆祝行情的细品涨3 2%收在50元整数关卡金融股全面翻黑富邦金跌1 48% 48%收49 85元国泰金跌2 24%收52 4元赵峰金跌0 42%收23 6元中进金跌1 24%收19 95元国泰正企顾问处经理蔡明翰今天表示 美股量缩价强因此激励国际股市效果有限 但预期后续量能有望回升 国际股市有望持续受到激励 在亚币强势下资金持续流向亚洲趋势不变 蔡明翰指出外资在台股操作有望偏多 中小型股维持相对强势 有利市场信心 因此加全指数高党正当换手后有望持续创高 预估本周指数区间10700点到10950点1061127